Hello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每周360 让我们来看下上个星期在车坛上所发生的事 就在上个星期 Lexus 官方就在他们的 Instagram 上面放了一个post 表示他们的首款电动车 RZ450E 即将在本月 4 月 20 号面试 不像国外的 UX300E 这台 RZ450E 是一台纯电平台打造的 也就是 ETNGA 跟 Toyota 的 BZ4X 和 Subaru 的 Sotera 是同样平台的 首先看一下这台Lexus RZ450E 的外观 它的车头 无一例外也是一样取消掉了一个竞技可散的样子 换成了个盖板 然后它的后半部分是有一点类似 Lexus 的 RX 系列的后尾 这个样子看起来是不错的 再来看这个 RZ450E 的内饰 它也是有着很未来科技感的样子 可是在这个基础之下 它还保留了很多实体按键 这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讲还是比较友善的 不会像一些吃起一项只做虚拟按键 是有点反人类的设计 这一点 Lexus 还是做得不错的 再来它的内饰最特别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方向盘 电动车要怎样跟普通车区分开来 就是把它的方向盘做成跟普通车不一样 它的方向盘是一个类似像开飞机一样的方向盘 这点看起来也是比较特别的 然后就是动力部分 虽然 Lexus 原厂没有公布它的动力数据 可是相信它是搭载一个双电机的组合 然后跟 Toyota 的 BZ4X 一样 有一个 217hp 的一个动力数据 同时它也会搭载一个 Direct4 的四驱系统 这个四驱系统它是可以自由切换前驱或者后驱的一个智能四驱系统 最后这款车会在本月的 4 月 20 号在美国首发 至于会不会进来我国 感觉是不会啦 不过看在我国已经有这么多电动车在贩售的情况下 相信原厂会有很小机率会带这辆车进来我国贩售啦 你觉得如何? 会不会来我国贩售? 在留言区评论 第二则新闻就是 吉利博越的大改款首饰现身 先来讲一下吉利博越这台车 它是一台2016年推出的一台SUV 然后在2019年到2021年的时候有推出过小改款 就是博越Pro和博越X 可是它们都是采用比较旧的一个平台NL打造的 不过这一次大改款它们就把它们的底盘换成了最新的CMA平台 跟领克一样的啦 来聊一下CMA这个平台 它是一个同时可以支持内燃机和电动机的一个模组化平台 所以我们相信博越这款车可能会有一个电动车的选项和一个内燃机的选项 至于它的内燃机选项 相信会搭载一个1.5的四缸欧轮增压引擎啦 最大马力为179HP的 然后搭配的是一个气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而且支持前驱和市驱的驱动设定啦 最后我国应该是不会引进这个博越的大改款啦 毕竟到现在为止 吉利都没有表示要把CMA平台带入我国贩售的一个消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则新闻 第三则新闻就是 Roton X70MCE的小改款终于要跟我们say hello了 就在近日我们就获得了这个X70小改款的一些详情啦 它会在原有的4个车型的基础上加多一个车型 也就是有5个车型了啦 而且没有意外的话 这个新的小改款会采用一个1.5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跟Proton X50一样的 而且顶配的版本还是保留着1.8的TGDI引擎 在外观方面 虽然我们没有一个时照可以参考它的小改款后的样子 不过相信原厂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一些外观的更动 比如说轮圈的设计 前后保险杠的设计和一些内饰的小改动 然后来到它的动力部分 1.53缸的涡轮增引擎最大马力为175HP 和最大扭力为255Nm 跟X50的最顶配版本是一模一样的啦 至于这个1.8的涡轮增引擎 就跟现在的一模一样 181HP 300Nm 两者都是搭配一个气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最后这款小改款的X70会在5月发布 而且一部分的1.8车型已经是没有在生产了的啦 所以一部分的消费者可能到时候拿到的车会是一个1.5的版本的 所以你有什么看法 有缘曲告诉我啦 第四则新闻 还是Proton 不过这一次他们有可能是在搞电动 其实早前Proton就有表示他们有想要推出一个电动车的计划啦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推出 就在近日我们的网民就有发现到吉利D豪GSE这款电动Crossover 在我国的道路上测试 这款车有可能是Proton原厂在测试他们的首款电动车的一个计划啦 先来了解一下D豪GSE这款车 它是基于D豪GSE纯燃油版的所改过来的电动车 它的外观基本上跟普通版的GS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啦 它的内饰也是一样 只不过只是做了一些油改电的一些更动 比如说进油口变成充电口 引擎变成电动机 来到它的动力部分 它是采用一个叫做永迟同步的一个电动机 最大马力为174HP 最大扭力为270Nm 0-100加速只需要9.9秒以内 最大续航里程为450km 然后就是它的充电 如果采用快充的话 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把电充至80% 如果是普通的充电的话 就要6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 最后这款车在我国测试 相信是未来Proton的一款电动车啦 不过Proton也表示 它们最快推出电动车的时候也要等到2027年 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等啦 最后则新闻就是 我们又有多一款电动车可以选了 那就是BMW的i4 E-Drive 40M Sport 正式在我国开放预定 先来看一下i4这款车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4系列的Gran Coupe所改过来的 由于它采用了这个CLAR平台打造 所以它在原本的轴距基础之下 多了0.5mm的一个轴距 它的轴距长度为2856mm 不过因为是电动车的关系 它的重量达到了2125kg 这个车重也是非常重一下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i4的外观设计 基本上是跟4系列的Gran Coupe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改动 比如说水箱护罩变成了封闭式的轮圈有不一样 然后就是添油口变成充电口 就是很典型的油改电的一个设计案例啦 再来就是它的内饰 首先一路眼帘就是它一个超大的联动屏 可以给驾驶者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啦 然后就是它的影响系统 它配备的是一个525W的Harmone Cardon影响系统 一共有17个扬声器 最后这台E-Drive 40M Sport 我采用的是一台最大马力为335HP 最大扭力为430Nm的电动机 0-100加速只需要5.7秒 最大公里续航里程为591公里 至于充电速度 如果采用的是一个200KW的快充 从10%到80%只需要31分钟 如果用普通充电的话 只需要8个小时15分钟 或者更多不等啦 至于最后 这台车的售价在我国是$389,000起跳 所以各位大老板 有打算入手一下这台BMW的大玩具吗? 以上就是上个星期的车谈大小事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IG 我们也有TikTok和小红书的账号了 只要在上面搜索 automagi就可以找到我们 所以我是志凯 我们下期再见